白宮週二證實 美國總統拜登週三 將宣布從阿富汗撤軍計劃 白宮高級官員表示 美軍將在9月11號前撤離 目前美國在阿富汗大約有2500名駐軍 美國前總統川普去年和塔利班達成協議 5月1號全部撤軍 川普表示 美軍在阿富汗待了太長時間 撤軍後 要為應對中俄、朝鮮等威脅做好準備 週三 正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訪問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 北約盟友也將從阿富汗撤軍 目前 北約盟國以及澳大利亞等盟友 大約7000多士兵駐紮在阿富汗 外界關心 最近中共在南海動作頻頻 美中航母也在該地區紛紛亮相 拜登此時宣布從阿富汗撤軍 是否準備應對印太以及烏克蘭的緊張局勢 對此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昭爾表示 拜登有信心應對中俄威脅 主要是否決定 保険軍 主要是否決定 根本身主要有 主要是否決定 保険軍 是否決定 保険軍 正在提及時抗互聯相 進行的裏面 要支撤軍 群身積極力 而非 限定的時刻 保険軍 在香港 勤奮 我們有關心 即是人權的罪 或是技術的罪 確實是 不過撤軍決定 遭到國會參議院少數黨領性 麥康奈爾的批評 他指責撤軍時錯誤決定 要求拜登解釋原因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 田瑞 綜合報導